那你關心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向新北市府請假投入選舉 已經將近要滿一百天 今天民進黨也召開記者 會批評他這些日子以來的市政缺失 是認為說他這個市政螺絲的掉滿地 因為這些日子以來 其實新北市府也是發生了 非常多的重大刑案 以及槍擊案件 那新北市議員就來細數 到底有哪一些重大刑案 但您想聽 《遠見雜誌》裡面的這些報導 包含市民對於新北市治安的評比 都是六都最差的 侯友宜你在參選總統常常說 你槍林彈雨出生入死 但是真正身處在槍林彈雨出生入死的 就是新北市民 我們回顧過去一年 新北市發生的相關的槍擊案件 包含其他的重大刑案 從三重的警察誤認通緝犯 毆打民眾 到四月份土城當鋪召開三槍 在十二月又發生令人震驚的 全國矚目的新北國中生的歌喉案 那這一切切 侯友宜你沒有責任嗎 侯友宜你身為新北市長 你自取為治安專業 你都沒有任何的一點對策或者責任嗎 好是可以看到這個新北市議員 整理出了一張表上面就是列著這個 新北市來近來發生的一些重大刑案 那其實呢這個新北國三聲發生的 這個歌喉案件 其實就讓大家是非常氣憤的 另外呢其實這個天下跟遠見雜誌的評比當中呢 新北市的治安也是在六都當中垫底 因此新北市議員就是認為說新北市府應該要趕緊酸井螺絲 而且認為說侯友宜要趕緊回到新北市府來上班